在长达半年多的等待中 瓦瑟江湖终于在期待中开播了 虽然改名了 但全程都很德云涉画风 更像是长篇相声剧 或者说是一部综艺节目 因为他们日常说话像说相声 又像是正常的日常生活 特别是秦宵贤饰演的皇上 还记得在上九夕和秦宵贤的皇后楼中 那个电线杆的皇帝 上九夕还调侃国家没人了 上朝皇帝没来迟到了 我我是皇子 你是皇上 国家没人了 找一电线杆的当皇帝 皇上 皇上 而这次秦宵贤在瓦瑟中饰演的小皇帝 也给大家带来了许多的惊喜 特别是跟剧中的上小菊的半斤八两组合 看名字就自带笑点 说起来 上小菊已经是德云社的三代 演技也一点不含糊 因为秦宵贤要一个人留在德府瓦瑟 上小菊饰演的角色只能是暗中保护 暗中保护时的上小菊也是笑点不断 包袱不断 和师叔们一起演戏一点都不拉胯 而作为小皇帝的秦宵贤 这部剧就像是为秦宵贤量身定做一样 他本人的人设和剧中的小皇帝 相似度超过60% 秦宵贤也没有浪费这难得的机会 成功塑造了一位人见人爱的小皇帝 秦宵贤虽然没有端着皇帝的架势 但是天然带着一身贵气 虽然在面前日常很怂 但是遇事是真上 没有任何犹豫 这也是一种身为帝王的担当 所以当小皇帝在瓦瑟巧遇道貌岸然的王中王 在老王借着酒劲对瓦瑟女老板出言不逊 他直接就举起一盏茶杯砸在了他脑袋上 很多电视剧在处理这种情况的时候 都选择让小皇帝继续隐藏 或者假借别人之手解决问题 但是这部剧让日常怂的小皇帝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没有丝毫怯懦 直接就出手解决 出其不意的干了别人不敢干的事情 细节处展现了帝王之气和皇帝的品性 而这种反差也令观众看得特别爽 搞笑点和爽点设置得很准确 也许是因为角色和本人贴合度很高 秦潇贤的表演非常自然 骨子里的温柔和善良倾泻而出 秦潇贤一直被称为网红艺术家 不过如果说很多观众认为 他在电影杨明丽万中的精彩表现 是误打误撞 那么他在电视剧瓦瑟江湖中 更为出彩的演绎 无疑证明了实力 没有人能随随便面成功 看似运气的背后 总有实力加持 看众认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